就是被盗车 就是嫌疑车 这嫌疑车的一直 一直跟踪在这个 被盗车的合作者 今年11月6日 受害人徐某来我们派出所报案 称他的一辆汽车被盗 追踪这辆车的行动轨迹 发现该车已经被运往哈尔滨市 并且我们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 是该车的收车人 12月初的时候 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 经过50多小时的蹲守 挡获了王某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成都市距离哈尔滨 有几千公里 距离比较远 他从我们这里收购车辆的话 被我们当地机关 挡获的几率要少一些 他认为我们不可能花那么大的代价去追踪他 去追捕他 去追捕他